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在云南 野生菌是每年夏天必不可少的餐桌美食 随着雨季来临 降雨增多 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破土而出 纷纷上市 菜市场内新鲜的野生菌 成为了广大吃货的宠儿 在昆明开餐厅的法国厨师文森特 也来挑选菌子 为餐厅的法师也生菌菜品 挑选材料 我老家是在这个法国东北 靠近比利时那边 然后那个森林很大的 然后也有很多品种的 我还是跟我父母 我奶奶去森林 因为我们家的后面就是森林的 可能走一个四五百米就要有野生菌 对 现在就我妈妈已经在森林在野生菌 法国是世界三大美食国之一 法师大餐令人垂涎欲滴 野生菌更是法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 鸡油菌的美味从18世纪起就随着法国料理传遍世界 而云南优越的地理气候及地质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菌 目前世界已知食用菌资源约2000种 云南已知分布野生食用菌 就有882种 约占世界食用菌5种的36% 因为我已经差不多十多年了不在法国 这个菌油菌也有 有这个有羊毒菌还有这个牛肝菌也有的 就是不同的品种 在那个卢峰 在一个市场那边看各种野生菌 有各种方法就是想法来炒这个莫菇 目前文森特的餐厅中已经有不少野生菌相关的菜品 既有法国传统做法的菜品 也有创新类的品类 其中小牛排配鸡油菌是它最拿手的硬菜 这个菜法国我们也用的比较多 我们会一般都是来炒用黄油和大蒜 还有新鲜的这个欧芹叶 总体来说这个搭配的很丰富 很多层次 因为有这个土豆泥的奶味 还有这个肉也比较嫩的 还有鸡油菌搭配的非常不错 杨肚菌一面是文森特自创的菜品 每一道创新菜都是它经过无数次的搭配和实验 得出的最优解 云南优质的野生菌也让它的创意能够更上一层楼 就是今天用的野生的 野生的杨肚菌它不是 就是它是新鲜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大蒜炒 还有这个Bacon 然后我们加自己的这个欧芹酱 这个味道也比较丰富 因为有这个Bacon的香味 然后羊肚菌也没炒得太 就是太泡了 它还有一点口感 硬硬的嚼劲的 所以这个菜一直卖得非常不错 文森特的做法与中式做法并不相同 但也丝毫不影响食客对他的认可 其实已经快 已经四年了开这个店 所以慢慢的客人越来越多 老顾客也很多 然后我觉得非常感谢 就是这个认可 就是客人比较喜欢我们做的产品 因为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传统的 让大家介绍这个西餐 在文森特的餐厅里 小小的野生菌 不但让他在异乡找到了更多与家乡的连结 也给中西影视文化交融带来了更多具体的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许多语 Assalamualaikum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